因為我本來是F罩杯 然後像我現在五個月已經大到G了吧 大了一個罩杯 好重喔 你有覺得兩個睡球的感覺嗎 是肚子比較重所以又覺得不寒 我的腿這麼重 所以像這種就是比較適合小一點尺寸的人穿 就是很漂亮的款式 就是你還想要勾引老公的話就可以穿這種 還是還勾引老公 哈囉大家好我是李蜜 大家好我叫中Kiki 大家好我叫朱朱 我們今天是三個媽媽想要跟大家分享 懷孕初期會遇到的一些問題還有一些症狀 對因為我跟Kiki其實很接近我們預產期差一週而已 就我比她大一週 只是她的是懷的是單胞胎 我的是雙胞胎 所以很明顯我的肚子比她大很多 裡面的肚子大概就是我懷孕七個月的樣子 大概是你懷孕十個月吧 差不多 對可是她之前肚子很小 她說我的肚子現在已經比她十個月還要大了 大一點點 我覺得是有點狂的早上 那我自己覺得就是剛懷孕的時候 最大的一個症狀就是會噁心想吐 就是俗稱的孕吐這樣子 那我自己會早上的時候特別嚴重 就是剛起床的時候就覺得很煩 我很想吐 然後一直到接近傍晚的時候 已經餓到一個不行了 我才能夠吃得下東西 而且也只吃那個水果類 就是酸的東西 我都很喜歡吃酸的 而且那時候還要吃一些營養品啊什麼葉酸啊 然後我光喝水我都想吐 然後吃藥我就直接吐出來 我會想說那我這樣還要吃嗎 好像吃下去還沒吸收就吐出來了 那妳們會這樣子嗎 我沒有吐過 我 太幸運了吧 但是我會反胃 就是會 就這樣 就沒有大數 因為吐之前它不是會有一個胃酸分泌嗎 對啊 就是我是 程度到胃酸快要分泌的狀況 大概就是 暈吐的方面 大家就到這邊 哇那很幸運耶 就我這胎跟商談 一般的不會吧 沒有 我一定要有些人就不會吐啊 真的嗎 會感到特別的想睡 我是晚上常常都睡不好 然後白天睡得比較好 所以就是有點倒過來 有時候就覺得自己很肥這樣 然後肥肥就覺得 啊我現在孕婦怎樣 我想吃個水 可能孕婦最大 像那個我初期還會遇到就是 會比較容易便秘 那妳們會容易這樣嗎 我也差不多 就是 我本來可能一個禮拜 大概可以上廁所 五六天 沒有到每天 可是 懷孕就變成是 兩三天才上一次 那像 有人說會皮膚變差 像我是沒有啦 我有 我初期就比較容易長痘痘 有聽說 生男生比較容易會長痘痘 因為他會分泌一些那個 雄性提出 讓你的荷爾蒙變得不平衡 可是我兩個男生我都沒有 那妳就很好 所以我初期一直在想說 應該是女生吧 因為我完全皮膚都沒有變差啊 我自己還會覺得那個 體溫沒有變高 因為我本來是 夏天我都不太怕熱 然後也不會常常吃冰的人 可是當我一懷孕以後啊 因為我是夏天懷孕嘛 就變得超想吃冰的 這個有啦 你剛講的就是有啦 那所以應該是體溫變高的關係 我覺得變得比較怕熱 我每天睡覺都開了什麼步啊 我都睡著啊 除了那些生理的症狀以外呢 我覺得差最多就是你的心理上 會變得很敏感 就是很容易情緒起伏 然後很容易哭 因為我平常就是不太會生氣的人 我本來就很愛哭 可是當 他懷孕之後 你幹嘛 你怪怪的 你覺得我很愛生氣嗎 我沒有覺得你很愛生氣 但我覺得你很愛哭 欸那你會那個嗎 欸今天確診數20 這個沒那麼誇張 所以就是 不要惹孕婦生氣 要多體貼 多關心他 不要自己在旁邊用電腦啊 玩手機啊 沒錯 你要剩個被子才會好多啊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跟大家分享一些 前三個月呢 可以推薦給大家的 孕婦好物 桌上這些呢 就是我覺得 懷孕前期 可以準備的一些好用商品 那首先 我們剛剛有講過的 就是像這些 營養補充品 然後接下來也很重要的 就是這個 潤塵油 護膚油 就是其實是油狀的 大概都是可以使用的啦 主要就是拿來塗你的肚皮 有的人是叫我 從懷孕開始就開始 對 廣告都這樣講 廣告 他沒懷孕就開始 讓你多用一點 這樣 我前期就是搭配這個 天使之音才做使用 這個我最好奇 我想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你們都沒用過 沒有啊 後期有想買的想想算 我不知道我這種東西 因為它是一個可以 測量寶寶的心跳的儀器 就是你要去找你的寶寶的心臟在哪裡 然後找到那個位置 它就會出現 動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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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這個聲音 然後接下來呢就是一些孕婦要備用的衣物 像呢 我覺得這很重要 對 因為其實前期你胸部就會開始變大 肚子倒是沒那麼快 但我覺得胸部變大的話也差不多三個月 我是帶兩 對差不多 就兩三個月就會開始變大 所以你就不能再穿你平常那種 有鋼圈或是很緊的內衣 會非常不舒服 會很難過 所以像我平常其實就是穿這種啊 因為我都運動嘛 所以我都穿運動型的 或是這種小可愛式的 因為我本來是F罩杯 然後 像我現在五個月已經大到G了吧 大一個罩杯 好重喔 你有覺得兩個睡球的感覺嗎 是肚子比較重 所以就覺得都不還 所以像這種就是比較適合 小一點尺寸的人穿 就是很漂亮的款式 就是你還想要勾引老公的話 就可以穿這種 還是還勾引老公 買很多那個 Uniqlo的背心 就是罩杯背心 對我也有 我平常都會穿 它可以調肩帶 所以其實你到後期就是胸部比較大 你可以去調 然後而且它就是可以當作背心穿 所以天氣很熱的時候 你就只要穿那樣就好了 對 像這種就是你懷孕之後也是可以穿 對 就是直接穿買那個 哺乳內衣穿 我也有買 對 可是就是你後面的 要哺乳的時候也可以穿 所以像你直接買哺乳式的內衣也可以 我也有買 只是我會先穿那些漂亮的款式 其他的就是孕婦不能再穿你一般的牛仔褲 或者是運動褲都太緊了 對 所以你就是要買這種專用的孕婦褲 像我覺得這種很好穿 就是它是運動用的 然後它可以調這個 扣子 它有扣子 就是你可以調它的鬆緊 你前期可能比較肚子沒那麼大的時候 就可以把它拉緊一點 對 然後再把它扣起來 這樣就會比較小 可是如果你想要愛漂亮 想要穿牛仔褲的話呢 孕婦也是有孕婦牛仔褲的喔 只是它就是上面都會做成鬆緊的 然後是應該也有分低腰跟高腰 我這個是超低腰的 或是其實你平常喜歡穿這種洋裝的話 你也不用特地買孕婦妝 對 這個就很好 想我一點都沒有 如果是寬鬆的洋裝 其實你可以穿到深都還不錯 對啊 或是那種彈性很好的洋裝 對 就是不要有腰身的 其實大部分都是可以穿的 對 所以也不一定要特別去買 原本的就可以穿囉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說 我們懷孕初期的一些相關經驗 如果還想要知道懷孕中期的話呢 可以進行期待下一集囉 掰掰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麻煩大家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也可以關注我個人的Facebook粉絲團 或是IG喔 大家掰掰